川姆出手偷袭博人 却被博人轻松化解 大敌当前 川姆为何又当起内战达人 如今川姆赤别连连 含金量下降的到底是川姆还是大头目一事 大家好 我请示 接下来昨天 欢迎官方公布了国人转天天篇第九话的一张情报图 本次情报图的内容非常简单 川姆发动扫兵水滚大打出黑棒 但是被博人闪身躲开 从川姆省略号探号的反应来看 他的内心或许还有一点小震惊 同时镜头中也出现了之前陪同川姆的迪鲁达 最后的镜头是在墨业房子的屋顶 博人缓步向川姆走去 虽然这张情报图一句文字台词都没有 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中得出点信息来的 信息一 刚刚才遛着的博人 他又又又回来了 我感觉博人现在比生产队的驴都累 从当时墨业有难 第一时间赶来就长 把考德打了一顿之后 结果川姆来了 学生任务第一 先为飞雷神区区考德 结果又遇到神兽夫人 最后背货撤离 好不容易收到心情 回到墨业 跟走了那都没来得及说几句 提几话吧 私愿来了 结果又劳烦博人一顿物理和精神输出 然后好不容易站会儿 跟鲁安交换交换情报吧 川姆又来了 因此还是比较麻烦 先留为敬 结果前脚刚走 后脚木叶又又又出事了 怪不得博人要叫飞雷神 忽然就这么个跑法 高低低累死 一看博人这个姿势 发的都跟落枕了一样 我感觉博人转都能改名叫博人转了 哪里需要 哪里搬 不过主动回到墨业 甚至不惜正面穿木 能说明发生了让博人不得不这样做的事 这件事就有可能就是佐兰娜出事了 或者向日葵出事了 另外在这里我注意到一点 那要是这张情报图中最后一个分镜的背景 与商业化石楼背景的一幕有点类似 这基本也印证了博人穿木人在现场的事实 星期二 那又是穿木又要跟博人干起来了 当然干起来确实也在意料之中 毕竟咱们的漩涡穿木就是立志以干反打同目为己任 但是问题又在于商业化的赤裸与左不应该还在墨业吗 我都收到家里了 不想到灭火光想着干账 所以说这案是接下来的剧情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那又是第九话的视角会分成两方 一边是石罗跟夏日葵还有新朱鲁蝶的对峙 一边是穿木跟赶回来的博人的对峙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只能说穿木不光没情商也没智商 连谁是更重要的敌人都意识不到了 当然这种事 他们在青年篇第二号的时候也不是没干过 第二种可能性 那又是石罗 他们已经离开了木业村 所以川普看到赶来的博人又想要干上一架 经历在这个可能性以及前面的揣测上 我甚至有点怀疑 石罗会不会在下一话抓走了向日葵 博人因为没能救下妹妹 从而走上前是要删川普一眼瓜子 当然真正的故事只能找到后面情报图 还有正式漫画公开才能知道了 此外 关于川普现在这个实力的问题也很值得探讨 虽然同一大统墓 并且还有压箱底的切的状态二 但是川普的常态水平确实不够看 不然也不会发生他偷袭博人未果这一幕了 一世的扫免屁股那在川普这里都快变成暗器发射器了 比起大同不一世 虽然能力相同 但是缺乏逼格 所以说川普在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使得他得已在实力上突飞猛进 以达到在伯恩传开篇的状态 这个应该是青年篇瓦下的一个大坑了 好 本期伯恩传关注情报也有赞告一段落 更多于伯恩传相关的情报与解析 咱们也会在后面及时分享给大家 想要了解有权又准的伯恩传情报 还请关注警细日 咱们下期再见